不要污名化通货紧缩 大家好 我是龚师傅 欢迎来到银娟频道 下文原创作者是漫天雪喜酒吧 来自微信公众号漫天霹雳plus 间歇性精神病一样反复发动的商业周期 银行破产 财富归零事件 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 而是美联储 操动货币政策 实施货币扩张政策导致的 通货膨胀始终是一种货币现象 它摧毁储蓄 扭曲生产结构 打击奋斗精神 制造群贷关系 劫略没有拿到新增信贷的劳动群体 造成社会道德败坏 扩张国家权利 可以说当今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 都可以从信贷扩张中找到 通货膨胀有其深厚的生存土壤 这些从通胀中受益的群体 武士通胀造成的恶劣影响 反而到达一趴 不断污名化通货紧缩 由此引发了整个社会的通货恐惧症 但是通缩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平常时就可以判断 它再可怕 难道还能可怕过股市崩盘 银行破产 工厂倒闭 工人失业 财富瞬间清零的通货膨胀 难道还能可怕过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 1923年德国人把马克包料取暖 金巴布委买一袋食盐要用一马袋钞票 普通民众一个朴素又正确的认知是 通胀之下钱会越来越不值钱 那么反过来很清楚的就是 通缩之下钱的购买力会不断上升 会激励储蓄 让自己的财富保值增值 这么简单而直接的道理怎么到了一帮西装革履 戴着金丝眼镜的人嘴里就面目全非了呢 因此我们必须为通缩通货紧缩证明 以正确的经济学观念对抗各种胡言乱语 第一 我们首先来明确一下通货紧缩的类型 一种增长型通缩 当经济增长速度大于货币增发速度 就会出现价格通缩 我们应当希望的是通货紧缩 至少要减少货币超发的速度 第二 现金机具型通缩 即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增长 从而囤积货币不愿消费 导致物价下跌 这种囤积活动是有益的 它减少了资本消耗 或使企业调整生产结构 加快了价格朝着预期方向的调整 使生产适应消费者的需求 第三 银行信用型通缩 这就是常见的经济危机 它发生在信用扩张之后 这同样是对于经济有利的 因为它能够清算过去的错误投资 使生产结构回归正常 第四 指令型通货紧缩 常见的如价格管制 没收型通缩等 这种通缩是对经济有害的 以上可以看出 除了法令型的通缩外 其他的通缩并不会造成严重经济后果 通缩通常反倒是对经济有利的 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好处 至少保险在以下方面 第一 首先 简而易见的是 通缩激励储蓄 激励资本形成 有利于全社会福利增进 通缩紧缩提升民众的购买力 有利于创业者和广大领取固定薪水的人 第二 通缩的一个必然逻辑推论 就是自有市场货币和100%准备经营银行 货币不是财富 只有真实的资本品和消费品才是财富 部分准备经营银行是欺诈性和盗窃性的 从成立的那一天起 就处于破产状态 因此部分准备经营银行制度 是通货 膨胀 商业周期 特权 腐败等罪恶的源泉 通缩就是减少印钱 就是往100%准备经营银行方向的靠拢 第三 通货紧缩并不会影响生产打击攻击 企业家才能的重点就是判断未来价格 并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 尽可能的压低生产要素的价格 组织生产 当工资下降 但物价下降速度超过工资下降时 实际工资是上涨的 第四 通胀会扭曲生产结构 但通缩不会 通缩并不会造成生产结构的扭曲 越是压缩泡沫 储蓄就越是真实 企业家组织生产就越是建立在真实储蓄的基础上 他知道到底有多少储蓄可供调用 知道如何延长生产结构 才不至于影响当下满足 这才是正确和合理的 真正有利于未来的 第五 通缩会造成财富再分配 但是那也并不比通胀造成的财富再分配更差 通胀始终是掠夺性的 谁先拿到谁受益 谁后拿到或者拿不到就受损 通缩当然也会造成财富的再分配 然而在通胀中受益与受损的人 并不一定和通缩中受益和受损的人 是同一部人 罗斯巴德说经历了几十年的 将财富从固定收益人群 向其他群体强制性再分配的岁月之后 现在向他们返还一点利益完全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对这类更依赖固定收入的人的一点小小的补偿 第六 通缩不利于债务人有利于债权人 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展 让每个人都有了比过去更多的资产 因此每个人都既是债权人又是债务人 任何时候可控的债务和面向未来的审慎生活态度都是正确的选择 而当今世界谁是最大的债务人呢 是各国政府 谁也没有各国政府的债务大 银行系统也是规模庞大的债务人 第七 重要的是通缩会缩减国家权利 部分准备金银行下无成本发行的纸币 为国家权利的扩张大开方便之门 现在福利加战争型国家 以及国家拥有的广泛的经济干预权利 就是依赖于垄断性的货币发行权利 货币增发让那些靠近权利和货币源头的裙带集团受益 紧缩货币政策将减少裙带集团的掠夺 降低腐败行为发生的概率 通缩将摧毁福利型国家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 通缩会让社会道德回归 通胀开启了人们尽向向权利靠拢 谋取信贷资金和特权的大门 通胀导致了社会道德的全面背败 不再崇尚勤劳奋斗 而是谋取权力的青睐 通缩让人们减少负债积极积累 带来长久的回报 它使货币的价值存储功能充分发挥 于是人们可以注重长远 规划未来 因此他们就不愿意去欺诈盗窃和粗暴野蛮 而是诚实信用温和有理 因为那符合自己的利益 道德就在这个市场过程中得以重建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拜拜